這輩子太短了啦 我的鋼鐵老公說出這種話嗎 這輩子太短了啦 那我們下輩子還要在一起嗎 我是說這輩子太短 我腳都露在外面了啦 來 笑話都比老婦老妻還老 自己講多不好意思 最近其實天氣開始變冷了 好幾個晚上我都是被冷醒的 我想說奇怪我睡前的時候不是要蓋暖嗎 於是乎玉子接觸到了一個新的材質 它叫做太空空氣肥 超級暖暖 它可以調節體溫 而且還很輕盈 好舒服喔 超級柔軟的好輕膚 有用 事情是這樣子的 在外太空的溫差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覺得在台北的溫差也好大喔 於是乎日本有一個團隊就把用在外太空的材質 用到了棉被上面 趕快來試摸看看 好舒服喔 超喜歡它摸到皮膚的感覺 哇喔 它有兩面的設計 一面呢就是像這樣子 有點涼背 然後摸起來會有一點咻咻咻 然後比較有彈性的材質 比較像運動服那種 這一面呢就比較適合夏天的時候蓋 因為你剛摸到皮膚的時候呢 是會有一點點涼涼的 那另外一面呢就是很微小很微小 這種棉質 短短容的 那它摸起來呢 就比較像是我們平常的床單床包會有的材質 所以它比較適合冬天的時候蓋 你再蓋上去的時候呢 很快就可以保溫 那這個貝貝有什麼秘密呢 它有神奇的纖維 然後在纖維的 有20到30微米的微膠囊天然蠟 保溫的方式呢就是透過蠟 變成固態跟液態的過程 吸熱放熱 假設你體溫變高了呢 蠟就會代替你吸收這些熱量 然後融化 你就會覺得蓋起來比較涼爽 那如果天氣好冷好冷你變冷的話呢 蠟就會重新凝固 你就會感覺比較溫暖 總之呢它就會透過霧態變化 吸熱跟放熱的反應呢 來調節我們的體溫 所以你等於夏天冬天就不用換被子 再來呢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看它的格子 封得比一般外面的被子都還要在密集 裡面的纖維就比較不容易跑來跑去 有時候我們蓋羽絨被啊 或是蠶絲被蓋久的時候 它裡面其實會結球 被子就變得沒有那麼平整 可是像這樣子 它就可以把每一個纖維固定好在這個方塊裡面 延長被子的使用黏線 傳統的羽絨被呢 因為大家會流汗聚集濕期 你常常蓋一蓋被子 你要做三被子這件事情 但現在呢換了這個就不用了 那在日本或是溫度很低的地方呢 就可以當作內襯被來使用 好 那我要再好好蓋一次感受一下 它的好舒服好舒服 好 今天就拍到這邊 大家我們下次見 記得訂閱 喔 真的很舒服 我現在蓋的呢 是就是涼涼的這一面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很適合在冷氣房裡面 你既可以感受到冷氣 但是呢你又不會感受到寒氣 所以呢它就是真的是一個很舒服的被子 哇 然後再來呢它有另外一面短容 我再來試試看 嗯 這邊的材質也要很舒服 因為呢我睡覺其實比較習慣揉揉的睡 所以貝貝的材質對我來說就非常的重要 那像這樣子的材質呢也是比較不容易起毛球 然後蓋起來我自己覺得大概三秒以內 你就可以覺得它在保住你的溫度了 是非常舒服的耶 哇 真的好舒服喔 而且很柔軟耶 如果有喜歡搓小貝貝的朋友的話呢 他這握起來也覺得很舒服 像這樣子的貝貝如果是在房間裡用 或者是帶去露營的時候都很方便 不過說到帶出門 它可以裝起來知道嗎 買回家的時候呢會有像這樣子的套子 所以你就可以把棉被塞在裡面 捲捲捲捲捲 然後往這個套套裡塞 就裝進去 可以出門了 像這樣子就收納好了 它大概呢就是跟一個睡袋差不多大 然後收納起來非常的方便 那它的清潔也是非常方便 你只要直接把它 拿去洗衣機洗就可以了 但是實用呢 那浴子還是會推薦大家要放在洗衣袋 再拿去洗衣機洗 那這個呢是單人的尺寸 它還有雙人的尺寸 不過呢就我現在這個狀態 我單人的就夠了 你看 很舒服喔 我是鳥 現在我把這裡開成17度的冷氣房 看看17度的時候它是不是依舊溫暖 真的有差耶 就這樣就感覺被風吹到寒冷 馬上就溫暖起來了 而且再加上它很輕薄 所以它的凹折性很好 你可以整個把身體都包裹在一起 我感覺我已經找到這條被子 最適合的使用方法 就是包起來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 來自日本的Blind Inn Sleep Ball 太空科技調溫被 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這個 太空科技被的溫暖 然後我手上這一條呢 在超早鳥的價格是4980元 所以如果你一條被子蓋十年 除下來一天大概花一點多元而已 玉子覺得算是OK划算的價格 這支影片玉子有折扣碼 是PY88下單的時候可以幫你折100塊錢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啦 喜歡影片的話不要忘記 按讚這支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有更多的資訊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